哈喽大家好,这是波罗,欢迎来到一期的视频 距离iPhone 12系列正式发售已经过去两周多的时间了 我不止一次的在各种平台上看到有人吐槽他的续航、散热、屏幕甚至掉漆的问题 我就不禁在想,难道我就是天选之人拿到了一台没翻车的12 所以这一期视频我们除了聊聊iPhone 12、12 Pro在拍摄处理器性能方面跟去年11的区别 我还选了一些在网上争议比较厉害的点做了一些实测 希望能够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iPhone 12以及12 Pro 欢迎回来,那么首先我们聊一聊iPhone 12与12 Pro最大的卖点之一 拍照与摄像性能 拍照方面iPhone 12与12 Pro都搭载了一颗光圈F1.6 焦距26mm的广角镜头 比11的F1.8光圈稍大 更大的通光量也就意味着更好的低光拍摄效果 以及更强的非人像模式背景虚化 从图中的背景也可以看出 12以及12 Pro对焦外背景的虚化要明显比11强不少 超光脚镜头方面 11、12以及12 Pro都搭载了一颗F2.4 13mm的镜头 光量参数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提升 但在实际测试中可以明显的看出 这张图草地锐度12系列是明显要强于11的 而在低光昌景下这个差距就更加明显了 在这张照片中iPhone 12与12 Pro的地毯与沙发细节保留完好 而11则是完全糊成了一片 要知道这还是在没有开启夜景模式时的差距 没错相比起11 没错相比起11只有广角镜头支持夜景 这次的12系列终于做到了 让每颗摄像头都支持夜景模式 包括前置摄像头 开启夜景长曝光后 在低光称影下 12与12 Pro的超广角成像效果 相比起11有了显著的提升 甚至在肉眼几乎无可见光的情况下 通过10秒的手持长曝光 12与12 Pro依旧能够拍摄出还不错的效果 而11就... 气黑一片了 这次12与12 Pro最大的区别 在于12 Pro多加了一颗F2.0 52mm的长焦镜头 以及一个Lider激光雷达扫摸1 52mm的长焦镜头的好处 就是可以提供两倍的无损光线变焦 毕竟52mm的焦距比较接近人眼 所以通过这颗摄像头所拍出来的画面 会更加接近拍摄者眼中所看到的内容 而且这次12系列不同焦段的转换 也要比去年的11 Pro顺化的多 基本已经感受不到 是在三个不同摄像头之间切换了 不过在这里我想重点聊一下 这个激光雷达扫摸仪 就像我之前那期12 Pro开箱视频里所说 这个扫描仪可以通过不间断的 发射密集的激光束 并通过A14芯片计算物体与手机的实际距离 在应用方面最大的体现 就是大大大幅提升了人像模式的对焦准确度 换句话说 11与12都是通过两个摄像头的视差 以及AI物体识别来确定画面中的主题 并将剩余部分虚化 这个对于人或者动物来说 现阶段很少会出现识别错误的情况 但你一旦拍摄其他的物品 就很容易出现误判 比如这张图中 照片中的叶子与背景颜色相近 对比度较低 导致11与12 错误的将部分叶子与质干也做了虚化处理 而12 Pro准确的识别出了主题 可以看出有了Lider扫描仪的加成 12 Pro在人像模式下的出片率 是要远大于12与11的 另外Lider扫描仪的另一个应用 就是帮助AR软件更加精确的识别 比如说我可以通过Lider扫描仪 扫描出我的整个房间 并生成建模 你甚至还可以通过苹果的测距依APP 来偷偷测量朋友的升高 再也不怕别人虚报升高了 那么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差距以外 我还注意到一些细节上的不同 我们回到这张客厅图 如果你仔细看11照片中左侧的墙 它是有一定弯曲的 而12与12 Pro则没有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12系列在镜头边角机面方面 是要略强于上一代的 另外由于Smart HDR3的加入 12系列在拍照时的动态范围 也要略高于11系列 但这点由于不同平台的支持 以及每个人显示设备的不同 在视频里可能看的不会特别明显 最后我还是想吹一波iPhone的白平衡 实在是做得太好了 基本能做到拍摄出来的色彩 跟我肉眼看到的相同 而且12 Pro更是会在未来 加入拍摄绕格式的照片 以及机内编辑功能 对于我这种喜欢自己调色 瞎折腾的人来说 是一个跟12所区分的重要卖点 在摄影方面 iPhone 12系列是世界上首个 加入了HDR、杜比、世界、直拍 以及机内剪辑的手机产品 两款12可以拍摄4K30fps的HDR视频 而两款12 Pro更是支持4K60fps 可以说是在动态范围方面 秒杀任何一款市面上现在有的手机 但正是因为iPhone 12走得太远了 其他手机屏幕跟视频网站还没跟上 基本上你所拍出的视频 也只能在其他iPhone上 才能展现出全部的效果 所以对于记录生活 只是自己观看 或者线下跟朋友分享的朋友来说 为了拍摄出最好的效果 推荐你打开HDR拍摄的选项 而对于拍摄视频 主要是用来上传视频网站的用户来说 还是关掉这个选项 更能适配更多使用不同设备的用户 不仅如此 为了配合10月底的万圣街 苹果从11系列就开始在摄像头中 加入了低光回影的功能 可以用来吓唬你的小伙伴 12也不例外 当然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功能 那么不好意思 这个是关不掉的 防抖方面 在地面Auto录屏的情况下 无论是11 12还是12 Pro 都有着非常好的防抖效果 我个人是没有看出什么明显区别的 但是在视频处理方面 当我尝试剪辑同一个4K片源时 拥有A14芯片的iPhone 12 明显是要快于A13的iPhone 11 那么既然说到了拍照与摄像 除了有一颗好的摄像头 一块能够完美显示拍摄画面色准 与动态范围的屏幕也至关重要 今年的iPhone 12与12 Pro 都搭配了分辨率为2532x1170的 6.1寸OLED屏幕 PPI也达到了460 其中12的常态最高亮度为625尼特 而12 Pro则为800尼特 分质亮度两款都达到了1200尼特 同时支持播放HDR度比世界 这相比起去年iPhone 11的1792x828 PPI 326的LCD屏幕 无论是在分辨率还是对比度上 都有着巨大的提升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我的这两台12与12 Pro 在色温方面相较于10和11来说 会稍暖一些 用惯了冷色调屏幕的用户 可能需要稍微适应一下 当然今年的12系列的升级 还远不止这些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无疑是缺席超过一年的5G网络支持 由于加拿大目前5G 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我10次的测试中 4G网络平均下载速度为116.4Mbps 而5G也只有140.8Mbps 最高的一次也只是355Mbps 虽然确实要快一些 但是也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但这还远不是5G的极限 只是基于我所在城市目前 5G的覆盖频段所达成的结果而已 我相信在国内或者美国的朋友 应该能得出更好的结果 既然提到了5G 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 很多朋友所关心的5G功耗问题 换句话说也就是续航时间如何 这次的测试我选用了 iPhone 11、12以及12 Pro三台机器 都轻功了后台 屏幕亮度都为50%左右 因为12与12 Pro在配置上相似 续航也基本相同 所以在这次的测试中 iPhone 11、12使用4G网络 而12 Pro才使用5G网络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对比 11与12系列的4G续航差距 也能够对12系列本身 在4G和5G上的功耗 有一个更直观的认知 这次的测试我摸你的是 日常生活中的网页浏览 并设定浏览器 每60秒刷新一次 结果非常有意思 在第一个小时后 iPhone 11还剩93%的电量 4G网络的12还剩97% 而5G网络的12 Pro 则只剩88%的电量了 约三个半小时后 剩余电量 依次降低为72%、83%以及54% 而5个小时过后 iPhone 11约为58% 4G网络的12为73% 表现最差的为5G网络的12 Pro 只剩32%的电量了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11毕竟是去年的机器了 经过一年的使用 它的电池健康度只有92% 但即使去掉了这8%的损耗 iPhone 12在4G网络下的续航 依旧比11要久不少 至于12系列的4G与5G对比 跟我所预期的20%差距有点大 我的猜测是在测试时 由于iPhone 12刚刚激活 并没有安装太多的App 而12 Pro则是直接恢复了 直线机器的备份 虽然关闭了后台 但是不排除有些软件 还是会偶尔调取我的GPS信息的内容 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功耗 为了证实这些年 我将这台没有怎么装App的iPhone 12 切换到了5G网络 并再次做了一遍测试 但是结果还是跟上次相近 在5个小时后 5G网络的iPhone 12 也只剩下了40%的电量 这一次我没有在这里停止 而是一直录制到手机没电为止 最后得出的数字是8小时20分钟 那么也就是说 iPhone 12 12 Pro 在5G网络屏幕量对50%的网页浏览续航 只有8到9个小时 相反的 同样的设定在4G网络下 续航能够达到14到16小时 怎么说呢 虽然谈不上好吧 但是iPhone 12 12 Pro在实际续航上 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差 比11还是要提高不少的 至于发热情况 9小时的5G网页浏览 手机并不明显的发热 而当我连接WiFi进行一小时原生后 游戏也并不掉针 摸了摸手机的背面 也只是温热的程度 但是当连接5G再次进行游戏后 半小时的原神 12 Pro就已经开始掉针了 并且发热非常严重 而我的最后一个测试 依旧是使用5G网络进行游戏 但是这次我打开了低电量模式 果不其然 半个小时的游戏后 在同样的画面参数下 12 Pro并不明显掉针 温度也属于稍高于温 而远低于烫的程度 原来低电量模式 才是iPhone的游戏模式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 它的原理很简单 因为开启低电量模式后 系统会限制CPU与GPU的频率 导致发热量减少 而由于A14的性能非常过剩 所以即使被降频 它依旧是足以流畅运行大部分游戏的 也就造成了低电量模式 反而流畅度高于普通模式的现象 那么总的来说 今年的iPhone 12与12 Pro 相比起大部分的安卓旗舰 确实有较为一般的5G续航 以及温度控制 但是出色的拍照 摄像性能 尤其是相片绕 格式直拍 以及支持杜比世界HDR的超高动态范围拍摄 这在全世界 目前为止仅苹果做到了 另外仅仅164g的重量 跟7.4mm的厚度也是真的舒服 所以就看你在重量与续航时间里 愿意妥协哪一个 而对于已经在使用iPhone用户来说 12系列对于11来说 无疑是全方面的升级 对于还在使用11之前的iPhone用户来说 我还是非常推荐你购入这次的12系列的 至于是12还是12 Pro 我觉得可以主要看两点 一是你对手机摄影的需求如何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焦段 更好的人向模式对焦 以及绕格式照片的拍摄与编辑的话 那么12 Pro会更适合你 二是看你打算几年不换手机 这次的12跟11一样 配备了4G的内存 而12 Pro则是拥有6GB的内存 这使得12 Pro在未来几年的使用中 更不容易卡顿过时 所以如果你打算用这款手机超过三年 那么我更推荐你入12 Pro 其他情况下 入手价格稍低的12就完全足够了 而对于正在使用11系列的用户来说 除非你出于什么原因 一定要使用5G网络 否则我觉得你可以再等等 看看明年的13会有些什么惊喜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要点赞收藏投影币 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